老杨到处说 谈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对民营企业的信心喊话 其实有几句话 就是这个关键 关键是经济 关键是信心 关键是对民营经济一次性的除罪话 关键是让司马满门 司马难门 闭嘴 因为信息比黄金还要珍贵 要真的对那些对 要真的对那些对 两个毫不动摇 不正确议论 亮明态度 真正亮明度 而不是继续保持暧昧 中国官方的中央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接连释放支持民营经济的信号 星期天 习近平的会上强调 一贯支持民营企业 中央裁委裁办 也说要防止和纠正 利用行政和刑事手段 干预经济的就分 很多受访的学者 就谈到了中国官方对民营企业的态度 又出现了180度的转弯 跟动态清明正确一样 下一步可能呢 会加强对民营企业农资的支持力度 这是清华大学 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的研究员 袁刚明 他接受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专访是说 官方对民营企业的态度 180度转弯 那出发现了一点 目前社会农资中三项农资的规模 总体下降得很厉害 就说明民营企业的农资收紧的情况 还很严峻 那估计会放官 他是从农资的角度 署名古元的一个作者 他的公众号特别强调指出 这个时候再度强调信心的同时 要理解 深刻理解此时当家信心到底有多么重要 曾几何时记得还记得呢 这个经济参考报还是什么 写了一篇对网络游戏 把它称之为精神哑片 这文章一出来 腾讯整个股票跌幅扩大了8% 而其他的网游概念 网易跌15% 心动跌了14% 中手游创梦天地跟着跌 那问一个问题 一个记者一篇文章 为什么能撼动数千亿的市值 为什么 因为整个资本市场 变成了惊弓之鸟 一点风吹草动 就导致市场的恐慌 这么多年来 其实都很多加大力度的监管落地 是全球资本市场 对中国企业的预期 都发生了改变 不仅是对民营企业 也就是说这两年的情况 这两三年的情况来看 很清楚 资本市场的担心和恐慌 是正常的 那古人说信心就是意气 无休无止的风控损害的 就是人们和投资者的意气 预期失去了 信心就受损了 给企业家一个很稳定的预期 才能够企业长期投资 立足长远 培养人才 投资研发 不然就是打管平快 不然就是不跟你玩 不然就把钱弄走 预期被破坏 其实也已经被破坏 是非常严重的事 这里面谈到2016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了 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特别谈到了这一点 结果那个时候呢 民营企业的股票 都基本上都上涨 为什么呢 国金证券 曾经发了一个评论 评论的标题很清晰 信心比黄金还要珍贵 这一次又特别强调了 要对两个毫不动摇 不正确的议论 亮明态度 什么叫不正确的议论态度呢 主要是担心 那些对民营企业的态度 还会不会发生新的改变 谷言谈到了 信心并不是随便消失的 而是来源于 某些投资者和经营者 对一些事件的观察反应 如果这样的事情 反复的出现 你搞宣传的 舆论的再怎么去写 你是没有把改变 人们的观感的预期 他特别强调 中国社会是有长期 稳定发展的民意基础 至少80% 发展是硬道理 坚持改革开放 是中国社会普遍的共识 40多年来 这个共识没有毁掉 80%以上的民众 是完全支持 发展是硬道理 只有极少数的人 才会反对经济发展 否定改革开放 所以提醒了有关方面 错判主流民意是危险 很容易患下战略性的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贫穷 尤其的改革开放 40多年来 好不容易出现的巨大的改变 没有人愿意放弃当下的成果 所以他说要让改革 要经济的发展动力 要想开放 要中国的繁荣 想全球化 要求中国的和平发展 贸易就是和平 条件事件才有可能 战争条件哪搞什么贸易 他提醒 有一种主流的声音 这半年 我要生活 我要赚钱 我要养家 这是近半年来 听到最多的声音 而这样的声音 中南海的高层们 你们真的一点都没听到 真的一点都没听懂吗 也有人记起了 司马兰狂怼联想和国企改革 这些大咖 长篇累读的论证述说 资本的血性 私有企业的剥削 资本的野蛮生长 倒下来热血会腾 甚至有大咖呼吁 什么吴小平 说民营企业完成了历史任务 要应该马上的国有化 就歪一妖魔化 污名化 民营企业歪风盛行 绝大多数的领导人 绝大多数的官方媒体 有关部门 不仅不替民营企业说话 缓而在年初 搞出了所谓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要认识资本的两面性 要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 如何如何 有人说经济不好了 就会把民营企业漏在怀里 经济好像好了 危机解除 又把它往火坑里推 我记得原来深圳 我们在节目中也说过 深圳原来的市委书地利有为说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都是中国的企业 只有合法不合法 合规不合规 没有剥削的企业 也没有野蛮生长的企业 但这个道理 至上而下的装都听不懂 原来全国工商 连参政议政委员会的委员 中国民营经济50人 50人谈 有一个成员叫陈健 陈健的呼吁 你能不能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 关键在落实 别他妈妈卖嘴 打嘴炮 他提到了至少 有十大的因素的影响 你两个毫不懂了 首先第一 传统的意识形态 如影随形 到现在的改革开放起司 你还是这样 第二 文革的失误 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算 第三 政府制定的政策波动太大 主观随意性太强 想干嘛就干嘛 第四 还有一点 政府的诚信不足 政府的公权力 经常预约 法律 允许的边界 无法无天 还有点 不同的市场主体 面临的环境差别 很大 巨大 还有一点 改革革40多点 还有个市场化的改革 不彻底 还有一些特别强的 一些个案 的判决不当 影响人们的信心 当然 对共同富裕的理解 也出现明显的偏差 对民营企业家 有很多的误读误解 曾经特别指出 近年来一些个案的判决 尤其是判决不当 严重影响了企业家 民营企业界 人士的信心 比如说2017年 最高法院宣布 对张文中案 雇除金案 以及牧羊案 三起涉及民企产权的 案件重审 其实那时候 对提振民营企业家的 信息意义重大 但是对民营企业 不公的处理和判决 能使有划生 还在划生 顾除君 按重判 所列的罪名 大部分得到了平缓 但留了些尾巴 顾除君这辈子 余生很长 已经没有私和远方 天天就在为自己的奔走 为自己申诉 按理说 最高领导能有批示 但是就是到现在 没有办法彻底的平缓 他又提了个例 海洋 翔将 船路有限公司董事长 民营企业家 核制裁 超级积压 已经超过了七年半 没有判 七年半 审而不判 这个海南 现在说要积极创建 全国一堆的营商环境 完全不一样 你这样的案子在那 人们谁也敢给你投资 因为谈到了全国500强的民营企业 湖北省百强的企业 湘大集团 董事长张德武 而部分公司的高管被控色黑 所有的管理层 全部被羁押超过两年 到现在没有给个说话 连判都没判 企业没办法正常进行 其他人都害怕 不敢再玩 还有孙大午案 他的集团的财产 拍卖低价拍卖 整个拍卖流程问题严重 跟依华保护民营企业产权 严重不符 这个案子终究要给社会一个说法 陈建说 当前的民营企业发展难题 主要三个方面 一是解决民营企业的农资难 借钱没地方借 农资没地方农 第二解决企业应收账款 很多的拖欠 第三要杜绝政府 增加没有法律支撑的 华莫的收入太多了 就特别强调 你现在口口声声说 要推动两个毫不动摇 需要对那些不正确的言论 要给以那亮明态度 以前肯定是暧昧 现在要亮明态度 那么好了 你要关键不落实 明明企业才能够 对未来的发展 有一期才能够逐渐 恢复他的信心 就是一句话 两个毫不动摇 拜托不要再动摇了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我没有想法 我能够逐渐 老杨到处 那样 我能够逐渐 老杨到处 上了 瘦 我可以做一样 我可以做一样 所以我可以做一样 我可以做一样